惡有这样的恶邻居真的让人心烦 在新北市卢州有一名男子 他晚上跑到邻居家来按门铃 还说我要娶你家的女儿啊 邻居吓坏了赶快报警 没想到远警到现场之后 这名男子还拿出钉球来攻击警察 有在意把女儿嫁给你吗 有啊 面对镜头男男自语 50岁的理性男子疑似精神恍惚 大半夜的竟然狂按门铃骚扰邻居 还说要娶着女儿并且动手吸睛 根据了解 有窃到抢夺等多项前科的理性男子 跟着爸爸同住在卢州复兴路上 礼拜二晚上他疑似吸食强力交之后 精神恍惚 竟然跑到对门的社区大楼去狂按门铃 还要邻居把女儿嫁给他 现在邻居赶快报警 没想到警方赶到现场 只看到这名男子手拿大钉球 并且攻击远警 造成远警左手前臂受伤送医 这些女帮的样子 上面又帮个球戴耳环之类的 然后站在哪里 站在对面 男子贵的行为在当地早就不是新闻 但是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是晚上不睡觉 到处按门铃要娶别人的女儿 还打伤远警 虽然时候男子辩称 说是误把远警当小偷才会动手 但是扰龄又袭警的举动 还是只能依法就办 但是你可能会去看 你没想到 你没想到